饭后活动容易导致胃下垂 可以说是一个经典的流言 它的理论依据就是 刚刚吃饱的时候胃就像是灌了水的气球 如果此时跑跳运动 胃就会被里边的东西坠到变形 引发胃下垂 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 今天每文每心就带大家来 看一看哪些流行的健康谣言被击碎 冬季呼吸道传染病高发 伴随着阵阵咳嗽而来的是各种健康武器 最火的流言莫过于 感冒之后咳嗽时间长了 就会累积下呼吸道引发肺炎 其实咳嗽和肺炎是不同的概念 咳嗽仅是疾病的症状 不是一种疾病 咳嗽可以由各种原因引起 当病毒细菌等 病原体急累积上呼吸道 还未累积下呼吸道时 通常就会出现咳嗽的症状 普通感冒可以导致咳嗽 肺炎也可以导致咳嗽 但是咳嗽本身不会引起肺炎 咳嗽严重时 平躺 呼吸道分泌物容易积聚 会加重咳嗽 可以考虑垫高头部 这样有利于呼吸通常 咳嗽排弹 如果出现咳血 夜间咳嗽加重 咳大量的黄浓弹 或者感染之后再次发热 气短 呼吸困难 胸痛等原有症状明显加重 以及咳嗽超过两周时 建议去医院就诊 留言二 饭后马上活动 会胃下垂 我们的内脏 其实依附着肌肉 连接了很多韧带筋膜等等 被兜在它应该待的地方 虽然能够活动一二 但是很难发生剧烈的移动 而胃下垂 则是因为这一套悬挂系统 出了问题 比如隔肌悬吊力不足 支持的韧带功能减退松弛 腹内压下降 胃张力低下 腹肌松弛 长期劳累 用脑过度 胃肠蠕动抗进 隔肌位置下降的 都可以导致胃下垂 长期进食少 或者暴饮暴食 也会增加胃下垂的风险 但是这些因素 往往都是日积月累导致 跟饭后轻度运动 没有什么关系 因此 我们可以不用担心 饭后摆不走 弄出胃下垂来 当然 如果吃得过饱 又立即进行 诸如跑步跳绳之类的剧烈运动 可能会导致胃里的东西反流 让人觉得不舒服 而且刚刚吃完就剧烈运动 也会因为负账等因素 动作可能会变形 也发挥不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也发挥不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所以如果是剧烈运动的话 建议吃完饭 一到两个小时以后再做 留言三 泡温泉会感染HPV病毒 最近有网友发帖说 泡温泉之后在脖子上发现了扁平油 认为是泡温泉感染了HPV导致的 消息一出 吓坏了众多网友 还能不能够愉快地泡温泉了 别担心 人们不会因为泡了温泉 就感染上尖锐湿油扁平油 没有皮肤破损处的相互接触 就不会被容易引起 宫颈癌尖锐湿油的人类乳头瘤病毒所感染 HPV病毒在温泉当中是很难存活的 而且也没有足够的量 可以感染人体完整的皮肤 所以泡温泉感染HPV的概率也是很小的 HPV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皮肤之间的接触 尤其是性传播 是导致尖锐湿油的主要原因 离开人体之后 HPV病毒在日常生活环境中的存活时间 是非常短的 即便物体表面有些病毒 并不意味着可以形成有效的传播 泡温泉如何泡得安心呢 首先如果皮肤 特别是私密处的皮肤有外伤 或者女性处于生理期 不建议去泡温泉 其次要尽量地选择环境清洁卫生 获得全治等级平定的温泉 最好选择独立泡池 在公共泡池泡浴之后 及时冲洗全身 选用干净的 专用浴巾擦拭身体 最后如果发现泡温泉之后 皮肤有伤口破溃 要立即处理 不要抓脑 有些人群是不适宜泡温泉的 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脑血管病 废气肿 贫血的老年人 严重动脉硬化的患者 以及长期高血压控制不佳的人 正值生理期的女性 温泉过敏者 皮肤有伤口 溃烂和严重感染的人 患有传染性皮肤病的人 此外 儿童 孕妇 糖尿病患者和过敏体质的人 不宜长时间泡温泉 留言四 黑色衣物贴身穿 容易致癌 网传贴身衣物 最好不要穿黑色的 因为其使用的化学合成燃料 让人得癌症的概率升高 要消除这个误会 我们首先要聊一聊 衣服的燃料 在化学合成燃料中 藕蛋类燃料占比最大 引起分子结构当中 含有藕蛋连接笨胺的结构 涉及大多数常用的活性燃料 分散燃料 直接燃料等 用于多种天然和合成纤维面料的 染色和印花 藕蛋燃料本身无毒 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藕蛋燃料 在人体穿着过程当中 会与人体的代谢产物混合 在一定的条件下 发生还原反应 释放出致癌芳香氨类物质 损害人体健康 不过我们可以放心 这一部分的藕蛋燃料 已经被大部分的国家禁止使用 所以只要是这辆合格的服装 无论是色彩如何 都是安全无害的 黑色纺织服装产品 同样适用于以上的规定 这辆合格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 也是安全无害的 留言五 吃辣的东西会暴斗 不少人有这样的体验 吃过了辣的食物 会脸上暴斗 于是吃辣会长痘就成为了经久不衰的误区 其实吃辣和长痘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 反而有研究指出 辣椒里的辣椒素对于治疗挫疮有好处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会有吃辣后长痘的体验呢 这是因为吃辣会让本来不太明显的痘痘 因为辣的刺激变得更红 看起来就更明显一些 我们印象当中那些辣的食物 红油火锅 水煮肉片 辣子鸡丁 往往都会伴随着高糖高脂 这些才是皮肤暴斗的主要原因 因此 下次可不要把长痘怪给吃辣了 少吃一些油腻的高糖分的食物 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 才是防止暴斗的关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